最短的一个星期 然后后两次每次我就去跟三奶奶住十天 就 11年的时候 然后是就是 我第一次去 那一次就是想请三奶奶讲饥饿嘛 三奶奶没讲 讲了只就是讲了她的 那个就讲 她就一下就讲土改 哎呀回来以后我就觉得 回到昆明我就觉得不对 她的这个故事太精彩了 我还得回去 我就听她讲故事吧 就不管了 就不要了 就管饥饿的事情了 就听她讲吧 然后我就在那听她讲 就那十天 然后回来2011年 就做了这个 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 这个片子 上面是用两种 材料 等于是一种是三奶奶的讲述 因为我觉得她讲的太棒了 讲土改的那个 还有她自己 十一 十二岁结婚 十四岁生孩子 就她的 她的人生的经历 然后 这个 土改 就一到土改了 她整个的生活 就是天 就是一个 大逆转 就完全 改变了 她过去的生活 就是她的讲述 另外一个材料 就是一些设置 场景 就像那次 就剧场的 场景 就是我们两个的头发 连在一起啊 然后 我们两个 就因为她 她老是睡觉嘛 我天天看她在那睡觉 然后有一天 我也就是我在 我看看 我也 我也跟她一样的睡觉 她中午打盹的那个 就真的 我也着了 我也睡着了 她也睡着 就像那样的场景 一些 就拍下来 就在里面 就这两个材料 做完这个纪录片以后 我就想 把这个纪录片 转换成一个剧场 然后 然后 2012年 因为三奶奶的 这个纪录片 已经形成了嘛 已经做完了 也去了 维也纳电影节 什么 然后我就想 因为她 在做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就像一个女人 中国女人的一个历史 就她从小 她从开始 她12岁 名门正取的嫁 嫁 怎么嫁 她都说得很清晰 然后生孩子 就14岁 孩子 生下来 掉在地上 三天 孩子就死了 就她经历的这些 然后又是土改 然后又是 她的老公 出轨了 然后她就要求 要离婚 然后 就一直 就她自己的 这个我就觉得 很像中国女人的一个 历史 我就想 我就想 应该是 用一种真实的 这个人的关系 放在舞台上 我就请我妈妈 我妈妈当时是76岁吧 我就请我的母亲 跟我一起在台上 然后再请了一个 曹涵蒂的一个小女孩 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 那个小女孩 她也是从云南来的 就是核桃的那个 她们就小云 她 我们是三代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代际关系的 这个 包括三奶奶应该是第四代了 三奶奶的讲述 在那个舞台上 的纪录片的讲述 所以 因为是 要拍 要做 想转换成一个剧场 我就带着小云 因为三奶奶年纪 是比较大了嘛 那时候84 84了 就是12年的时候 我就带着小云 去村子里 去跟三奶奶排练 实际上 和三奶奶跳舞 那个片子 是我跟小云 在村子里 跟三奶奶排练的 那个过程 就拍的那些素材 是我跟三奶奶排练 就身体和身体接触 的这个 这个过程 然后 回来 15年才剪的 那个 和三奶奶跳舞的 那个片子 12年 排完练回来 我们是 做剧场 所以就12年 那个 听三奶奶也是 做剧场也是 跟纪录片一模一样的 名字 就是 听三奶奶讲过去的事情 就是一个剧场作品 就回过头来 再剪那个 和 对对对 和三奶奶跳舞的 那个片子 因为我 因为我 前 就是 就是 三次去的 我其实拍了很多 三奶奶 她的身体 劳作的一些 一些好多东西 我没用 都没用那些镜头 后来在和 三奶奶跳舞的时候 我用了一点 基本上 就是 三奶奶个人 她自己个人生活的 一些 一些场景 因为那个 我们第二次拍摄 我们离开六个月 她就走 那你之前拍的那 给她看过吗 有啊 我还拍了一个 其实我还拍了 另外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 没解释 我给三奶奶送 就是 一二年的时候 我第二年去村子里 我就剪 就是纪录片 拍完以后 我就送给三奶奶 那个DVD 就做好了 DVD 就送给她 就是 她就说 哎 你不要给我 你不要给我 你给我就没有了 你自己就没有了 我说没有 我没有很多 可以做很多 然后就给她看 然后她 她坐在她的沙发上 看那个DVD 我就放了一个机器 就陪她一起看 她特别有意思 就是 一放那个DVD 我那个电影上 三奶奶 她坐在这 哎 她就会回应 然后 我放了一个机器 拍了她 就是 从 我没就 一个镜头 就拍到底 是她就讲 就她看电影的 这个 她会表达 就是她 她看听的上面 她说对啊 就是啊 她就回应 自己在回应 那个 然后有时候 自己笑 她就自己和那个 那个我拍了一个小时 我曾经做过一个 因为我听 当时我在挪威嘛 我就听说 珊奶奶去世了 我就做过一个 装置作品 我那个也用了一下 我做了一个记忆衫 就做了一个 一个 用一个布的 那个花布的材料 也是我做 舞台作品的那个 那个材料 做成一个在墙 那个他们做 他们那个 一个墙角 做了一个衫 然后打了一个投影 和珊奶奶跳舞的 那个投影 在这个山上 从这面进去 然后另外一个角 对应的是 三奶奶看这个片子的 那个镜头 就一个镜头 然后走到这个 山的后面 不是一个角吗 走到山的后面 是这个片子 完整的这个片子 就听三奶奶讲 过去的去 谁看这个装置的时候 想进去 就想真的去听 三奶奶的故事 她就那边就有耳机 她就可以坐在那 看纪录片 我叫记忆衫 因为当时就是为了 这个三奶奶去世的时候 我就做了这个 三奶奶看纪录片的 当时的那个 你也是算是 剪了一个片子 你剪了一下 就一个镜头 就一个镜头 我就就一个镜头到底 就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 后来就是 我们在红的时候 做就是做那个 纪录剧场红 红的时候 我是计划是拍纪录片 一线素材也是 纪录片的素材 但是还没剪出来 因为那个东西 做了三年 现在三年的素材太多了 是从2015年开始 没有从2013年年底 我们就开始采访 这些 就是因为有好多部分 那个部分有一部分是 采访 红四粮子 就是红四粮子 当时跳红四粮子军的舞者 所以说我们采访的 主要是那种 云南的 就是小城市的 不是 我也采访过编导 但是后来觉得 名人 就是采访名人 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 他们说的很多事情 都是 你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 就他有一套 已经比较 一套话语可以 表达的 所以采访那些 就是小城市的 这些舞者 他们当时跳的时候 就那些 他们的故事 就特别特别精彩 所以就采访 那些舞者 还有一些看 这个 红四粮子军的一些观众 他们一些观众 肯定都是我这种年龄了 还比我大一点 还有比我 都比我大 有一些年龄 后来就一些知识分子 他们 在谈 这个红四粮子军 就跟他们的关系 包括他们的反思 在这个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有 采访的素材 排练的素材 也出的 就是我们 就两年之间排练的素材 我肯定是要剪一个 我现在是在 在等这个 我有这个时间 要把这个片子剪 就一定要剪出来 就是一个是 要先把思路清理出来 因为东西太多了 那些 采访的人讲得也特别好 然后又有一些 是排练的 很多很多排练的东西 对 包括最后演出 包括后来 有很多生活 也有我们 在一起生活的 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要来做这个体材的呢 因为一个是 就是一直 我们都都做 就在做回忆嘛 就记忆的这个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 有做民间记忆计划 这也是 就是一直从回忆一一 开始一直做 饥饿 然后做民间记忆计划 这个同时 我自己想 我是一个舞者 那我也对 就是过去当时 做样板戏 那个我童年 那个时候 那些舞者 他们的经历感兴趣 那红四粮子军 这个戏 又是很有意思 红四粮子军 戏是比较立体的 它有很多很多的面 就像你说的 有女性的意识的 这个 就女性解放 但是女性解放 又不是真的解放 是被男性 这个指导员控制的 这个解放 只有共产党和这个男性 才能解放这些女性 就很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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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 也有就是说 阶级的 这个 解放 就是阶级的问题 就是逃离 有很多 不同面的 东西 所以 觉得 就 就去采访这些 是因为当时 在 70年 72年 是没有东西看嘛 当时所有人没得看 只能看八个样 半戏 所以 他们 就所谓在那个时期成长的人 他肯定只能看这个电影院 只放这个 就天天去看吧 就像当时我也好奇 那些 在 在这个 叫什么 那个小 就是 怎么来学这个 这个舞 当时没有这个媒体嘛 没有这个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们是 有的人是说 从报纸上 每天报纸就出一版 这个动作 就 这就是有个 对对对对对 每天就是从报纸上 学的 有的是说 是在电影院学的 就是带着这些 老师带着学生 一堆去电影院 看一遍 说好了 你看这个角色 你看这个角色 一个一个一个的 然后他们就去 在电影院 然后小同学们 就每个就记住 自己的动作 然后出来 大家就开始 就回复这个 刚才的 那个时候就是 中学生 小学生 都在 跳嘛 全 就是都 全民都在跳嘛 所以就是 他们 他们怎么学的 我当时也是 很好奇 就是你们怎么学的 当然 他就是像 剧团 这种是 中央芭蕾舞团 编完 然后就 各省的 就聚集到北京 来各省的 省各舞团 就去到北京 来学 他们再下去 再办一个学习班 然后 其实在 中线的 再学 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 往下 铺的嘛 那个 就那个特别好玩 我觉得他们就是 他们在报纸上学 就把这些动作 一个一个的 就 就 弄下来 弄下来以后 就 给它连起来 就没有 没有连接嘛 它只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姿态 它 没有 没有连接 他们就要自己来 想办法 给它连接起来 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 那里 怎么来找 这个红色良子军的观众呢 因为 就是我就问 就是年纪 就这个年纪的一个 一个阶层的 就一个 这个年龄阶段的人 就问他 就是有没有 看过红色良子 可能都是看过 然后 我就愿意 问他 如果他愿意 接受采访 我就 知道机器 就 就找他们 也有的人说 不愿意采访 我 对 就是说 我 没有感觉 我不想采访 也有 有女的 有男 特别有意思 就是 男观众看的 和女观众看的 完全不一样 男观众看的是大腿 就我们 我们那个 剧上有的 因为每次都 观众都要笑的 就男观众 说的都是 因为那个时候 文歌的时候 就第一次 有那么多的 这个女生 穿着短裤 然后是一排的 他们还说 还是制服的 就那大腿 一排腿起来 就在 在那个文歌 那个时候是 对 就他们那种 十七八岁的男生 他们 当时我采访的 这些男观众 那个时候 都十七八岁的 正在青春迸发的 这个 这个年代的男生 是 就 极大的一个 鼓舞 就 能有这个 就男观众 都说的 特别特别好玩 就是 他们讲 他们当时看